的确不能掉有清心 因为您看到这雷达回坡图带您掌握 因为现在它的外围云性已经陆续飘进来了 此刻又正逢吹这东北风的关系 再加上它的外围云性影响 所以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针对了包括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都要留意 今天录夜之后到明天清晨 很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另外我们透过这个浅室路径图 但您掌握这山陀儿台风 它现在最新的预估路径 您看到目前距离台湾还有620公里远 但是要留意 其实海温足够的关系 再加上垂直风切晓 所以这山陀儿在过去几个小时 还在持续的增强变胖 半径来到了100公里了 估计在礼拜一的时候 它的半径可能会来到250公里 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台风 不过你看到这黄色底色 并不是它的暴风半径跟暴风圈 而是指它接下来这个中心位置 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会在这黄色的区域范围当中来做移动 所以说明天睡觉起来 也许路径还会再做修正 但是如果这条路径不变的话 预估是在礼拜二礼拜三 这两天的时间点会最靠近台湾 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 那么周日的时候 入计清晨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也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要留意 接下来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了 刚刚提到这海上台风警报是因为 主要是它的暴风圈 只要碰触到我们台景线 前24个小时 也就是礼拜日的时候 就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因为它的路径在过去 已经又往西边修了一点点 所以发陆景的时间 可能也会提早到礼拜日的下午 就有机会发布着陆上台风警报 而预估在礼拜一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路径不变的话 就有可能触路 而且您看到礼拜三凌晨4点的时候 因为它的暴风半径真的非常广 几乎整个台湾全部都被 照在它的暴风圈当中 不过到底会不会放台风架呢 就要看各地方政府的智慧了 不过刚刚也有提到 因为条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要请您持续气象资讯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降雨趋势 如果路径都不变的话 那么目前气象署认为 礼拜日的时候受到东北风影响 还有外围云系的影响 北部还有东半部 就要留意开始严防大雨了 上班上课日 外围环流已经飘进来了 东半部要严防大雨发生 礼拜二礼拜三 就是这回山头额台风影响的重头戏 所要留意 你看整个台湾 现在气象署认为 根本就是此暴 但是如果路径有调整的话 这个降雨趋势恐怕还会变更 礼拜四还是有可能受到外围怀流影响 但这一次比较特别 因为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南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受到这共伴效应影响 也许如果发生共伴效应的话 这个降雨趋势还会再上修 现在山头额虽然只是一个轻度台风 不过明天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且明天是不是就要发布海警了呢 气象时间再给韵涵 好 话先没有错 此刻这山头额台风它的外围云系 其实已经让花冬的观众朋友 恐怕已经感受到这么一点点风雨了 因为气象署刚刚发布的就是 大雷雨及时讯息针对的范围 就是花莲台东 提醒观众朋友这山头额台风 尽管看起来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实际上它的外围云系 已经开始飘进台湾了 另外你看到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 是每秒20公尺 此刻因为海温条件是足够的 所以它接下来还会持续的增强变胖 所以这个山头额台风 我们持续警戒就是真的不能小看它 而且预估在明天清晨就有机会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如果这条路径不变的话 那么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二 礼拜三这两天 提醒观众朋友到时候 要严防各地的好大雨之外 也要留意接下来这山头额台风逐渐靠近的过程 会不会刚好礼拜三这东北季风又下来 导致了共伴效应带来持续性的降雨 好 现在山头额台风所待的位置 海温条件真的是非常充足 我们透过这一章很明显可以看到 红色的范围是30度 橘色的范围是29度 也就是说它行经的这条路径 如果都不变的话 那么看起来海温条件是足够的 再加上风切又小 那么是有利于它增强变胖的 气象属世预估 未来它逐渐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它的暴风半径 会增强为250公里 那么就有机会是整个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带来致灾性的好雨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好 刚刚来看到这个是降雨趋势 则是告诉您 明天礼拜日的时候 同样要留意东北风 还有北部跟宜兰地区 可能会有大雨出现 而且刚刚也提到了此刻 这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了 还有礼拜一上班日的时候 你看到东半部地区红通通 主要是外围环流 也已经开始带来这迎风明的降雨了 另外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受到这台风的影响 您看到目前气象属认为 对于台湾恐怕是带来相当可观的降雨 因为中南部台东雨是恐怕呢 还要视它的路径会不会有所调整 来做进行这个降雨的预估调整 但是目前看起来如果路径不变的话 这个降雨恐怕是真的非常可观了 提醒观众朋友 明后两天还有一点时间的话 赶快做好防灾工作 另外礼拜四的话 这外围环流持续影响 但是刚刚约翰也有提到了 如果接下来呢 少带着这共办效益的话 恐怕这样的降雨趋势还会再上修 最后做一个总结 在这个向日葵卫星则是可以看到 今天可以看到是三驼儿 他现在海温条件足够的关系 所以持续增强 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中台 那么其实以下午两点 最新一报来看的话 它的路径已经往西修了 所以造成这海景跟路径的时间点 可能也会往前提前 那么朝着台湾逐渐逼近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算不登陆 还是有可能会带来相当可观的降雨 就看这条路径 也就是稍早看到的那条路径 到底会不会有所调整 如果稍微往西再修一点的话 降雨恐怕更可观 但如果稍微再往东修一点点的话 也要留意它整个暴风圈 在接下来礼拜二礼拜三 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以上是这集的气象最新 再把时间还给华仙 我们俄罗比东南方620公里的地方深沉了 而过去六个小时 到了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 还是在我们东南方620公里的海面 那未来今天到明天这段期间 它会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会持续的增强发展 有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 那明天之后 尤其到礼拜一 会逐渐的向我们的台湾近海移动 到时候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包括大台北的东侧 或者是恒春半岛 开始风雨就会逐渐的增强 而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 会是在周二周三 不过这边的路径 还有点不太确定 如果它的路径再靠台湾近一点的话 整体的雨势会再更为大一些 那首先我们先从现在的卫星图 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天气形态 可以看到 第十八号台风 山托尔它的位置 大概在我们恒春鹅兰比东南方 大概620公里海面上 那至于我们台湾这附近的风场 大致上今天就也是一个 偏东北风的环境 因此在昨天到今天 都有一阵一阵的东北风 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迎风面 桃园以北或是宜兰 甚至花莲台东 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况 目前我们还是有持续 对大海培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那我们从雷达回报可以看到 就是今天目前到下午的情形 就是整体我们东边海面上 都有一些水气阳面 慢慢在这边发展 还有部分的水气 是移进来的情形 所以今天到明天 我们都还是要留意 桃园以北东半部的一些 局部的降雨 而至于在中午过后 其实有部分的南部山区 或是中部的山区 也是有局部的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从 这个台风的最新的预报图 来看一下这个 未来台风的走势 好 山陀尔台风 大致上在今天到明天 今天是28号14时 到明天的29号14时 过接下来的24小时 移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但是它会逐渐的 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到增强为中度台风之后 到了周一 它会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 往台湾近海移动 好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然后它的暴风半径也会逐渐的扩大 我们预计在下周一就是后天这个时间点 它的台风暴风半径会逐渐增强到220公里 甚至到250公里 所以它的暴风半径是非常大 由于预计山陀台风将增强为中度台风 未来250公里的七级风暴风圈几乎会笼罩全台 同时未来的时间 路径将有逐渐偏西的趋势 对于台湾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加大 过去这几个小时 山陀而台风的路径再往西修 这也代表着带来的风雨势必更加严峻 接下来气象时间以及台风解析交给云海 好 这样的代理掌握 这一节推播重点要告诉观众朋友 就是趁周末这两天 好好地做好防台工作 毕竟这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安全 您看到这山陀而台风 已经渐渐在逼近台湾了 而且从这最新的向日葵的卫星云图 你可以明显看到 这一报最新的重点就是 它在海面上海温条件足够 垂直风切又小 持续增强 最快明天就会变成中台 再来因为它的路径在吸收了 那代表可能对台湾的影响又会加剧 但是随着它逐渐朝西北转 渐渐逼近台湾这段路 当中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而它逼转的角度 势必对台湾的影响就有落差 但是无论如何 朝西北逼近台湾的这个过程 还是要趁周末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 我们同下午两点 最新一报的潜视路径带您掌握 它现在以及接下来的路径 究竟会是如何 目前还是轻度台风的山土儿 还是距离台湾有 俄软比东南方620公里远 现在它几乎是在原地打转 主要是这导引气流实在太弱了 但是您看到已经开始 渐渐朝的西南西 接着有可能就会开始 朝西北这边过来了 预估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二 礼拜三这两天 而且跟上一报相比 这一条路径又往西修一点点了 您看到几乎已经很靠近陆地了 那么黄色底的这个范围 并不是它的暴风半径 而是代表它的中心 很有可能会在这些范围移动 也就是说它朝西北转的角度 只要差一点点 也许它就有机会登陆到台湾 千万要留意的是 在今天的状况来看 它持续增强变炮 明天清晨就有可能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接着最快明天深夜之前 有可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关注朋友真的要留意 尤其它接下来 假设真的登陆的话 那么对台湾的影响 势必非同祥和 因为此刻半径已经来到80公里 那么气象鼠还预估 它接下来几天之后 也许它的半径会来到250公里 那么就代表对台湾的影响 势必更加明显猛烈了 我们看到下一段图表资料来告诉您 您看到三桶儿台风现在路径 吸收之后逐渐靠近台湾 而且还要留意的是什么 留意的是这一条路径 很明显就类似一个秋台路径 要留意接下来 因为还有这个东北风直将下来了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 东北风万一增强的话 另外一个危机还在后头 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 万一它朝着这个路径走 又带下来东北风 那么就会害怕引发所谓的共伴效应 但是还要视它这个路径是否 有跟上方的这东北风一起 导致可能会带来 可能相当猛烈的雨势 那么无论如何还是要留意 接下来一连几天 包括礼拜二礼拜三 到礼拜四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 你看到这一回 在礼拜一的时候上班日 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到 整个东半部 尤其包括宜花东等等地方 大雨在礼拜一就会开始出现了 它为外围环流影响 势必开始影响到台湾 万一真的登陆的话 您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雨 等于说是止暴了 气象鼠认为万一它非常贴近台湾走 或是登陆的话 那么都有可能会为台湾 几乎超过三分之而台湾 都笼罩在非常明显的降雨当中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两天还有一些空档时间的话 真的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了 到礼拜四的时候 还是持续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说接下来您看到一连几天 山土而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恐怕不能小觑 一定要趁这两天 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还给家婉